Hello,大家好,我是柯云 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开箱视频 新货,是贺天鱼系列的 主要是贺天鱼的项链 这次的贺天鱼的项链呢 和上一次的区别是在哪呢 第一个是品质首先是要好的多一点 再就是呢 珠子大,这次的珠子呢 是9.5毫米的,以前的是8毫米的 这一批呢 这样的项链一共是来了11条 但是呢,我留项链一共就是5条 出了三条一生两条 出了三条一共一生两条 剩下的全撑着手串了 手串其实也不多了 这个珠子品质好 出的非常好的 格子这个点位呢 大小比较合适 就是像我这样呢 手腕粗细呢 逮呢,大小刚好 像我以前那个8的呢 有的人感觉是小一点了 是不是 像我以前来的那些猫眼呢 像比较大的呢 大家逮呢,就觉得有点大 比方说,南方人呢 逮就嫌有点大 北方的姐姐们,他们逮可以 我这次来了三条超好的 猫眼式的 和田碧玉的竹子 手串 这个呢,男女同款 男士也可以带 猫眼效果特别好 还来了三只手桌 那只手桌 腌子的,今天出了 这两只手桌 也可以说这整个手桌当中 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这是和田碧玉的 这是鹅料的 鹅料这只桌子呢 无结构 和田玉只要达到无结构 玩玉的人都明白是什么品质了 这三个手桌呢 都是摸眼的 而且摸眼效果特别好 每个柱子上都带摸眼 这个柱子应该是13呢 规格的 摸眼效果特别好 菠菜绿 颜色特别的均匀 油性也非常好 柱子很完美哈 其实像这样的呢 它都不叫黑点 有的人说它这是黑点 这个不是黑点 这是玉制的结构 所有的和田玉 它都是有这种结构的 你没有结构 你不就是玻璃了吗 对不对 柱子品质真的是超好的 也可以说是 每个柱子都非常的完美 但是像这种项链呢 没有人跟你讲 绝对的完美 就是天然的东西 它没有说绝对的完美的 可以这么说 柱子品质 可以这么说 非常的好了 像这个呢 就带一丢丢的这个黑点 这个柱子上一点点 这属于太正常了 如果呢 如果呢 你们买柱子的时候 如果说我就要追求完美的 你们就不用瞎带 就是所有的柱子 不管是珍珠还是什么 就是不能要求天然的东西 太完美 像这个柱子上 它这个侧面 带一点点黑点 都属于太正常不过了 就是总体来说 颜色和油性都非常好 就已经很不错了 特别漂亮这个柱子 双手效果也是很好看的 这个柱子呢 大小就这么大 没有多余的柱子 给你们往上夹 或者往上剪 好 你如果你们回去小了 你们自己买柱子 往上搭配一下 蓝红啦 蜜拉啦 或者是黄金的 那个圆柱子 放上放去都很好看 就是我的规格 带大小刚好的 好 我带稍微大一丢丢 你们要比我粗一点点 都可以带 像这样的长度 是48厘米长 我们看一下这个手镯 这只手镯呢 是菠菜绿 鹅料 老鹅料 没达到绝对的过灯 这块都过灯了 就这块稍微 没怎么过灯 油性也是非常的好 颜色整个来说 特别的均匀 可以说在 碧玉手镯当中 这只手镯 就是品质非常好了 就一只没有货 这只手镯呢 可以说是鹅料当中 应该可以说是 最顶级的品质了 58的圈口 带一点点糖色 打灯 就是看没有任何的结构 油性非常好 白度也非常好 一级白 油性也是很好的 就是说 这只镯子呢 就是可以说是 收藏级了 58的圈口 但是比较快 这只镯 和田鱼镯都比较快 19的宽度 厚度也很快 这只镯子呢 就是很秀气的 55的圈口 宽似17 但是它厚度 不是特别厚 8.2个厚 所以说这只镯子 能带得上的美女 可以住 一般人带不有 喜欢也没有用 我们家好多客户 都喜欢 但是带不上 和田碧玉呢 这几年 特别受市场上的欢迎 可能是 我个人感觉 可能是带颜色的原因吧 因为它也是绿色的嘛 所以菠菜绿的颜色 有的人很喜欢 这种沉稳的颜色 我们家有很多姐姐 都是 碧玉迷 就是他们对碧玉 非常的喜欢 和喜爱 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